正想学站庄,请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因为将为您呈现一个零基础学站庄的系统方法 今天呢,我们主要讲逆世的吸合乎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站庄要占活庄 活庄就一定要有内动,内动就是吸合乎 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点赞收藏 因为马上,因为很有可能下次就找不到了 但您跟谁学站庄,学的是无极庄也好 学的是混远庄也好,都不能站木头架 什么叫做木头架呢? 就是站到这个地方,啥也不想,闭上眼睛,自然呼吸 这就叫做木头架 就站一会儿都是杂念纷飞 然后闭上眼睛一会儿就是前后摇晃 那么怎么样才能站活庄 那就要练逆世的吸合乎 怎么练呢?肚脐下方四指处是什么? 官员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下丹田 让这个地方轻轻往后收 收到哪里去呢? 如果您基础好,你直接收到命运去 如果您基础不好,收一半 那么这整个收的时候呢,眼睛是闭上的 然后再给它鼓过去 鼓到哪里去呢?重新归位 那么在归位的时候呢,肚子会有一丢丢的变大 这都是正常 那么收为吸,鼓为呼 用这种方式去调试 您如果看到现在,我这个视频先不结束 您现在闭上眼睛,两手抱在这 你让丹田往后收,你鼻子吸气 丹田往外鼓,你鼻子呼气 你会发现你闻丝不会动 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身法就是为了来给它提供稳定 让它来练功法 你会发现你杂念不会纷飞 为什么?因为您的神已经汇聚了下单 这种战装才是最有意义的战装 所有灵基础同学 所有战装遇到平静的同学 都用这个方法跟上节奏 每天站上50分钟左右 你一切都会了 关注我,学习更多的战装知识